县议员曾正言新当选第26届南投县总工会理事长 今天上午在县议会简报时 举行交接典礼 现场嘉宾云集 包括地方上各级民意代表 市山 里长及学校校长等等 都到场向曾议员表达贺喜 现场作物虚席 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也代表议长何胜丰 向曾议员表达恭喜 现议员赖燕雪代表致辞时 祝福曾议员能将总工会经营得越来越好 现议员曾正言表示 目前总工会的会员人数大幅减少 他将持续招募更多会员 这里面前来说我们过期的总工会有七十多的总工会 这次纯差不多三十六的基山工会而已 所以我会继续来跟号召我们的工会 还有就是我们十二月七八 我们的南岛中工会运动会在南岛高中这班 也感谢我们管长的典礼支持 跟南岛市长的支持 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会有一个相信力 尽量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会 议长何胜丰则祝贺曾议员担任理事长后 能造福更多劳工朋友 服务更多人群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